快快樂樂的出門 一定要平安的回家 所以這首歌我就 選了一首回家的歌 那也就證明說 代表說我今天要唱 我這個部分的最後一首 這首呢是來自 蕭赫碩的一首歌 叫做坐地鐵回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沒有聽過就把它當新歌聽 然後聽完我的版本呢 也可以上網去聽聽原版 原版很好聽 再一次不好意思 對 那個 Live嘛 總是會有一個需要 彩排的時間 那你們剛剛都沒聽到 接下來呢我要帶來這一首歌 是來自蕭赫碩的歌 叫做坐地鐵回家 我們坐地鐵回家 我們坐地鐵回家 從地面上的陽光 到深邃的地面下 噢 噢 噢 坐地鐵回家 我們坐地鐵回家 我們坐地鐵回家 從摩擦 從摩擦的腳跟趴 到手掌的月光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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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背著街塔的鏡頭音樂人 自助旅行目的的背包客 扔到這些高隔斜的女孩 武士般的盜盲卻 保護著主人 聽鮮明的掌聲 整個自尋者之力的自身 被聊著世界的超人 到底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坐地鐵回家 坐地鐵回家 每個表情下都有故事和自己的人生 此刻我們坐在一起 坐地鐵回家 謝謝大家 我是喇娃 那下班還是有兩位很厲害的歌手 那我們就繼續歡迎他們 謝謝大家 耶 謝謝喇娃 好 他沒有安可 因為他要去工作了 等一下如果你們看到很漂亮的小姐在那裡工作 那就是喇娃本人 他會換衣服 他會換衣服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邀請的叫做 司馬里奧 這次鐵回家 常要介紹給你們的歌手 那他在那個Street Foy上面 也有他自己的創作 那他的歌曲非常好聽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慢慢的欣賞 那我們一樣呢 就是先坐換場 大家還是可以去上個洗手間 又要叫你們上廁所 你們就每一個換場的時間都要去上廁所 然後或者是到吧台點個飲料這樣子 那等一下還會有兩位歌手演出 那這兩位歌手演出結束之後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會結束 那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好好把握 等一下就是聽歌的時間 謝謝大家 放開說